全国唯一用爬奖方式滑奖的郊西二龙进度 从清朝到现在 今年迈入了第224年 是非常有传统特色的龙州进度 每年吸引了大批全国民众前来一堵风采 不过在疫情期间 公所除了在去年宣布停办之外 今年在疫情持续升温的情况之下 郊西乡公所经过与齐武兰 周宅伟良庄头以及村长商讨之后 无奈的决定 今年的端午节郊西二龙进度活动来停办 又要让大家失望了 以大家关心的每年一年一度的 郊西欧龙进度的一个活动 那郊西的欧龙进度 从清朝到现在已经有224年了 那这几年来 很多的乡亲都很期待说 每年都有办法续办 那大家都知道因为疫情的关系 那我在这边我要跟我们所有的乡亲 说一声抱歉 前两天有跟村长还有社区理事会 我们选序代表开过会 那今年的端午节 我们还是停办 还是疫情的关系 虽然大型的郊西二龙进度庆典活动停办 避免人潮聚集造成疫情的扩散 不过两个庄头的传统祭拜 即将仪式祈福 仍会照常举行 以延续传统文化 也祈求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那我们厄龙进度的部分 还是依照往年一样 由地方他们这两个庄 包括拜拜祈福 农船下水的仪式 都是由他们在地的厄龙村的 这两个庄来办理 所以说我们不期盼 大规模的一个进度的活动 跟所有的相信说一声抱歉 郊西二龙进度传统文化 在没有裁判的情况之下 祈福兰以及周宅伟两庄头 进行龙舟进度比赛 比赛你来我往谁也不服输 过程是精彩刺激 最后由谁来胜出 全交由观众们来自己决定 宜蘭新闻记者石世民 采访报导